主播书联播,今天我来说 清明前后,神州大地处处生机盎然 正是植树的好世界 就在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他号召大家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植树造林 人人争当绿色使者,生态先锋 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已经连续17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这也是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第12次参加植树活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总书记这些年来种下的有西服海棠,碧桃,刘松,白皮松,红锐木等等 他们都在茁壮成长 今年是新中国植树节设立45周年 全国人民坚持植树造林,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 成就真的是巨石主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问题 比如,我国缺林少绿问题仍然突出 森林宝库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充分 那在这种背景当中,我们都要加把劲,尽分力 增率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 要一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着一代干 不断增后,我们的绿色加底 总书记说,绿化祖国要扩绿,兴率,护率,并举 那扩率,兴率,护率是一体的,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 我们既要多种树,种好树,种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 也要管好树,推动森林,水库,钱库,凉库,烫库,更好的联动等等 正如总书记强调的,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做好防灭火工作 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 前人栽树,后人成粮 总书记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成粮者,但更要做种树者 种树种下的既是绿色树苗,也是祖国的美好未来 咱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就能种出属于大家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